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想要所求的願望 包含賺錢 還有包含你的事業等等的 這要代表人生的八大欲求 其實八大欲求的時候 不一定會圓滿 其實從居家風水當中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來講的話 如果你的家裡買房子的話 它的格局不夠防震 可能有缺角 如果這個缺角 剛好缺到所謂的後天八卦當中的 假設缺到東南方的話 代表會影響居住者的財運 如果是缺在西南方的話 代表感情運會有影響 例如說北方也代表事業運等等的 其實這個就是八大欲求 如果說你的空間 不管房間也好 或是居家整個平面圖打開 有缺角的話 有缺的那個方位 代表就是你的運勢上的所缺 那我們該怎麼去解決這個所缺呢 會建議大家在缺角的地方 你可以擺放一個叫做八吉祥 就像我這邊有個示範的 就是有一個八吉祥的 這樣的一個金飯碗 好美喔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八吉祥 圖騰的金飯碗 放在這一個缺角的地方角落 它可以幫你聚氣 把這一個缺角的地方 這個所缺的缺失把它補足 那八吉祥在佛教當中呢 這個八個吉祥的八寶湊在一起呢 它就變成是一個佛的法身 代表什麼 讓你可以諸事圓滿的一個意思 那另外呢 如果你有這個八吉祥的這個金飯碗呢 其實在佛教當中呢 如果你要供佛 它也可以變成是八貢 水水花香登土國月 你也可以把它變成八貢 那它這個八貢呢 也會讓你這個家運呢 更加的興旺 老師你繼續講 我現在把它直播播出去了 真的 然後這金飯碗呢 代表呢 就是一種圓滿所求 那如果你不曉得你的 那個八卦方位呢 缺哪邊的話呢 有兩個方位呢 最簡單 阿湯哥想跟你講 你可以直接呢 放在你的客廳 客廳代表事業運 如果你要求事業上的正財 可以放在客廳 那你也可以放哪裡呢 放在你的餐廳 餐廳代表你的食路 口服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放在你的房間呢 密得良緣 求得金飯碗 所以它就是一個 很吉祥的寓意 讓你在2024年的下半年 或2025年呢 一整年呢 都可以得到 這樣的一個好運的加分 重點是居家風水當中 不要有缺角 有缺角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補足運氣 讓你可以好運加分 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老師 謝謝你 很高興 冷靜 沒問題